我们的团圆饭 我觉得跟其他家庭是非常不一样 我们的团圆饭是团圆夜宵不是晚餐 我们的团圆其实是华人很注重的一段 所以我们在那天宇宙这行 基本上我们会自己几个同事 会准备比较想吃的还比较有意识的菜 大家一起好像饮嘴一起去吃一段饭 基本上会做五六样的菜 就是大家开开心心过完那个厨师的晚上 跟同事好像我们是很亲密 有时候对着他们比对家人还要多 不会好像冷漠新娘的气氛 让我们到晚餐就很开心去准备客人订做那些 跟他们一起好像我们第二个家人 觉得最重要是一家人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 尤其是他做这行 他的付出是很多的 因为就是平时过年过节每个人在休息 放假他一定不能的 他就是一定要在外面煮了一大餐给人家吃才回来 我们看到客人的团人好像三代腾堂 基本上都是很开心 我们会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气氛 就是好像新年的气氛 看到客人是开心 我们也是会有一种满足感 起初在小学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然后又觉得就是很开心 因为我每次都要跟人家在不同的时间跟我谈一半 但人家同学们他们把很好吃的东西都放上 我通常吃一点都要在不同的时间上面 所以他们都会问为什么这么晚来吃 感觉很奇怪 自从我跟他结婚之后 我就觉得这一餐对他来讲很重要 我一定要给他一个家庭的温暖 比人家在家没有那么紧张去吃的东西 还有很多好像比较浪漫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11点半左右吃到12点多 每次吃到靠道 吃到看靠道 看电视在靠道 就是有吃到新年的气氛 哇那边电视又很 听到靠道就很开心了 我肯定会做一道是横财招手 里面是有那个园体啊 花菜啊 冬菇啊 海参那个啊 这个给我小时候的时候 家人都有准备这个 好像祖母就有准备了 现在有些人是变成好像捆菜那种了 网财招手就是他的一桶点 那种花菜是也是发财发财 我自己个人就感觉很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在 等于我相信我两个儿子跟太太 他们也会感觉这个有那个 是我们家里里面的新年的因素 将来我相信他们也是会牢牢记在他们的心目中 从小到大他很不识啊我们啊 关系很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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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